好来看到IC通路商大连大上半年获利是再创新高 尤其预估今年下半年在苹果新品以及旺季带动之下 营收获利渴望逐渐成长 全球最大的半导体零组件通路商大连大空股 今天举办法师会由董事长黄伟祥领军作证 尽管上半年面临产品新旧交接调整 加上汇损因素影响营收成长不如预期 好在产品出货优化回收代账下 第二季税后存益17.91元年增15.3% 上半年税后存益为36.371元年增17% 每股EPS达到2.09元 如果不论一件事情 我们今年的成长相对的是小长 所以我们在整个的上半年来讲 大概是去年成长的1.1元 下半年当然大家可能看的就是说 这个水果的新技术 很大期待这一点 大连达2016年全球市占率达到14% 预期未来主要的营收成长动力 来自智慧型手机 5G通讯 云端伺服器 IoT 物联网应用 尤其AI人工智慧领域崛起下 带动长期持续成长 对于下半年展望 董事长黄伟祥乐观看待 当然是乐观的 对下半年展望的工厂来讲 现在比较常想到的就是这些国业事业 当然这个不管怎么来 最后面都还是要变成是停满时 那当然我想我们未来的成长 也不只是关于这些新机种的推出 还有我们刚才讲地理区域 比如说跨出亚洲以外 像现在北美是第一步 那未来我相信应该就是欧洲了 大连大预期下半年将逐渐成长 法人预估第三季合并营收 可能较上季成长5%到6% 公司高层表示 集团将持续朝向数位转型 提高内部流程效率 针对大客户力求服务沟通 能够更加及时 新坦电视胡宗汉史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